我们两个真是这老朋友相见了 这好久了 是啊 是啊 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你现在这工具都搞得挺好 这中文啊 搞得 我中文很多 你很多啊 还有灯光啊 今天没打开 哦 现在是捐印了 现在每天都是视频了 现在每天视频 方便了是吧 现在上班了吧 哦 现在上班了 现在每天不是上班了是吧 哦 那好 我们现在就装餐了 哪里 装餐是最大的享受啊 当农民以前的时候 以前的时候当农民吧 每天还要装了菜 还要靠装餐才有饭吃 现在装餐是娱乐 是养生 休闲啊 我现在在想利用仲菜来感受一下这个人 领悟一下这个人 感觉这个人生理这个意义在哪里 对啊 你这个叫人啊 是这样的 活到这个时候呢 就是一个轮回啊 就是体验人生啊 对吧 是 通过仲菜来修行啊 对啊 你什么就是这个 你现在是 现在是人们心目中一个叫模范榜样啊 你看到你 资料很高啊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都 没有时间高 一般都知道我搞其他的也搞不了啊 怎么搞不了了 现在我跟你讲 我知道哪里去就是老鹏老鹏 什么老鹏老鹏 他们这些人跟你说 老鹏现在发大财啊 当然是 他们都是乱吹嘛 他们现在老鹏这个人呢 是第一 忠厚老实 勤恳 乐于助人 好优点 特别多 特别可信 所以呢 国内那些那些刚来的新移民啊 那些事业家呀 都现在都奔向你走 像我啊 跟谭根这些人都倒下来了 谭根也没倒下 谭根也没倒下吧 也没倒下来吧 好 没倒下来 我以我们 你知道我们是 这些年经历了多少的模范啊 对 对 苦日子从来没有经历过 我们原先是 你的什么苦日子 你的反正豆子一直这么昂扬 不管是任何情况下 豆子是昂扬的 精神是饱满的 对 因为信心是充足的 热情是高涨 主要是我 因为我们都是用毛泽东思想来论 对呀 毛泽东思想 因为别人老在说 我那天讲嘛 在困难的时候就要想起毛泽东讲的 对吧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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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书里面第一页就是 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鼓励了我们 对吧 但是你老是讲专制思想 因为毛泽东思想才是最高点 对呀 毛泽东思想最高近点 我是毛泽东的学生啊 是 是 听说 现在做生意做大了 哇 都是他们乱说 我 你看我怎么能做大 因为 每个人都跟你说 因为做生意大 我没 我这个就是 其他的都 我就是不会赚钱 我就是不会赚钱嘛 他们一接触我以后就觉得我不行了 哈哈哈哈 你要如果是赚钱呢 你知道这个事情呢 你这个 我们两个其实应该要配合 很多人都以为我很难 每个人都来找 找找找 那找找 一找就发现我不行了 后面就觉得 那个老朋友人挺好的 可能赚钱可能 做生意可能还是没有 因为我一讲就讲毛泽东思想 我跟你说实话 我就讲毛泽东思想 讲那东西 他们听不进去 哈哈哈哈 他们不是你 你讲给我听 我肯定听得进去吧 是啊 你现在那个周总 周房不是也才来嘛 回来嘛 回来以后 就说 哎呀 老朋友你 我说我也不懂 我就懂毛泽东思想 一个要我呢 我就要有毛泽东思想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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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企业 搞 搞两次 他一两次就来 后面觉得不行不行 那算了 不要了 哈哈哈哈 哪个就烦 就是我们一个新来的一个一个 也是 也不是新来的 他早就来 拿了后面回去了 我们疫情的 不是 不是这个虎藏卫视吧 不是 不是 另外一个企业 对呀 因为我一讲毛泽东思想 他就 那种就是 其实我给你老朋友有一点 你的人很好 大家都比较相信 我们两个呢 就像一个人就是 这个每个人呢 就是一个机器的零件 对吧 一个部分 所以呢 他造成你找你来呢 但是你是有可信 可靠的一个一点 但是呢 你要是真的赚钱 你说的也是对的 因为老朋友不是那种想赚钱的人 对吧 第一没东西 第二没做过这些很多东西 不知道的 对呀 问题是 你这个问题是你要用人 你要用人才 我是随时准备 你谁叫谁叫 赵子之来 来自能战 战自能信哪 现在没刚进了 你这么讲的吗 嗯 嗯 嗯 老朋友是不是 我觉得你自己做的不好啊 你说我 我跟你讲 社区 这个形象代表 没问题 对 做事情从来不骗人 没有问题 可信度 没有问题 对吧 对 说打仗 我们这个当个政委没问题 毛泽子之前跟你做事项工作没问题 对 你说你要赚钱 你就找老唐 老唐这个人从来不 不觉赚钱的这个门路和所断 哈哈哈 我也给别人推荐过 但是别人说老唐我不能找 我做什么 他上次把那个 他说那是亏了这么多钱 把大家的钱都搞亏了 哈哈 即使呢 这是整个社会的一个 这个 这个误解 误区 误解 什么叫误区呢 我是在 刚开始的时候 06年吧 因为当时钱太多了 所以呢 我是亏了一点 那个时候没控制好 对 06年到07年呢 大概一年的时候 第一年的时候 亏了不少钱 但是07年到07年的4月份以后 到09年去世之前 没亏过钱 这个呢 巴菲特也没做到这么好的 是吧 我跟你讲啊 我们在08 就是08到09年 07年 10月份以后 就没亏过钱 07年 08年到09年 是金融海啸 就没亏钱 钱呢 都是被取走 都是投资人取走的 对吧 所以呢 针钱或钱一搞吧 就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是一个亏钱的人 不是一个赚钱的人 嗯 对吧 对 这是一个直大的错误 对吧 也就是一个误解 就是 我呢 有两个投资人 第一个投资人 你知道的 这个投资人呢 就是闹得风风雨雨 在我去世之前的最后一个月 大概五个礼拜 我赚了500万 这就是有法庭记录 也有交易记录的 嗯 这是第一条 第二呢 就是出事以后 还有个投资客户呢 他就 因为当时有不同的客户 有不同的反应的吧 嗯 本来就是在3月份的时候 09年3月份的时候 一个月 那个时候要投资我的人呢 简直是 简直是 爆炸了 对 因为怎么了 那些人看到我操盘以后 这么厉害呀 这是天才荣誤啊 所以每个人都要来 郑教会说 这是个骗子 那 就 他们也没办法来了 对吧 但是呢 有一个户户呢 他偷偷摸摸的 他说 我相信你 嗯 相信你能赚钱 对 他就给了我20万 哦 给了我20万呢 我跟他抄了大概一个月 两个月不到 就赚了30万 嗯 从20万赚了40万 嗯 把20万取出来了 嗯 然后呢 这个本他就拉走了 哦 他就拉走了 哦 然后呢 你赚了20万吗 嗯 他说我给你15% 嗯 他就给了我3万 哦 如果是40万 都回来了 嗯 他就给我 25分 就50万 嗯 嗯 25开啊 嗯 给我50%的奖励 嗯 就是他说你 特地需要帮忙 也特地需要钱 嗯 就只能是这样帮你了 嗯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嗯 后来呢 因为 警察一楼 就 现在有个问题是这样的吧 嗯 我现在呢 对投资人来讲是最安全的 第一 不拉投资人的钱 对吧 嗯 不拉投资人的钱 对 投资人的钱 我只是给他抽点主意 等等老去 对吧 他的钱 他的资金又安全 对 他这个流动 他想做就想做 不想做就不想做 因为有流动性 回报就这样不用说 对吧 对 我如果赚不了钱 我有什么信心呢 嗯 信息有什么用啊 对 你知道就是把人家的钱都赔了 有什么意思啊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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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次你知道 有个在群里面有个朋友啊 就是在威尔森 小小年轻 我跟他讲了以后吧 因为他在我家里 一吃饭又聊天 我们经常在一起 本来说我们开始 用我这个方法去 帮大家赚钱融资 嗯 嗯 这我们一来 他开始的时候呢 在香港超股票 一个叫杀猪盘 你知道吗 什么叫杀猪盘呢 人家香港一大堆的人骗你 说 对 我们现在一个东西上市 嗯 我们这个公司现在 有大的这个进展了 如果呢 一弄呢 就就 你这个钱就会翻倍 谁知道呢 他这个人呢 他不懂 他赚钱的心切 然后呢 就投了 假如比方说 四五十万每个加币 嗯 谁知道呢 一进去 就难邀 嗯 难邀呢 一难邀呢 就亏得很厉害啊 嗯 就报警 我说你自己就投资 账号里面去投资 人家告诉你 那个你也信 然后你投了以后 你就报警 我说这有点 嗯 有点 有点奇怪啊 我说 嗯 后来他就说 我说我这个 我就告诉他 我们做的这个 做指数投资啊 嗯 嗯 妈的一来的时候 刚来投资一点点 我们把那个 就是指数吧 那个小的指数叫什么 叫打疫苗 对不对 妈的有一天 到这指数一天就涨了一百一千点 嗯 那个指数呢 涨了百十 嗯 嗯 指数涨百十 那是 几十年才能碰到一次的 嗯 就是百年不遇的这个事情 嗯 然后我就 我反而是做空的 嗯 妈的一做空吧 我就 但是呢 我也没调那么多 我只调了百十 他一下子就 他说 老汤你是个骗子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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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蛤 你推荐点是别人推荐的吧 推荐什么 你说买这个 买这个是我 他 我帮他管着他的账号 他自己的账号 哦 你跟他管他是他的账号 对 我跟他管他的账号 我说你赚了 你赔了钱我 我负责 对吧 我每个月给你百分之 百分之四的回报 嗯 对吧 嗯 那账号还没有来一个月 本来签了合同三个月 六个月的 他的合同也不少了 他就惊慌失措 他说我又遇到骗子 哈哈哈 你说这这这这这这麻烦 啊 所以后来 你们闹吧 我说你闹 我就把这个整个故事 讲给大家听听 哈哈哈 我说谁怕谁呀 后来大家都说不用说了 嗯 我本来是说 我这一个年轻人的故事 哈哈哈 但是呢 有一些事情呢 现在这个人呢 这个 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太发达了 什么假新闻呢 谣言呢 对吧 一大推 对 老鹏呢 你这点好 不说你坏话 不骂你 你就是一个好人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没赚钱 赚钱可能就被骂 哈哈 哈哈哈 你不赚钱 像你赚钱我老这么多人搞得你 你不赚他的钱 我就幸好就没赚钱 我骂你的 哈哈哈 哈哈哈 不管怎么样了 这个现在这个社会 要跟你讲 第一呢 这个公开透明度比较高 第二呢 谣言假新闻呢也比较多 是的 所以这个不是会了 现在这个我现在对我来讲 一定是 就是就是酒精沙墙这个叫了吧 整个锻炼的啊 嗯 我现在的话说回来哈 我现在刚才讲了 第一呢 因为证券会我是不能拿投资人的钱的 对吧 嗯 不能搞了算 不不不我不会要投资人的钱 哦 证券会呢就是我第一我不能 我不能开投资公司 哦 第二呢不能去测 哦 第三呢我不能开户 开户都不能开 我不能开户啊 我不能开投资账户 我不能开户 那也不能管别人对吧 啊 也不能管别人对吧 不不不 你如果开个账户 委托我 我不能做那种大规模的 或者是公开的就是那个 对吧 这种事情 我不能开公司 就是我不能拉人投资这种钱 对吧 就是只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吧 至于你 而且任何人 他如果把钱 要我帮他管 是没问题的 哦 不能拿到我这来 好 管他你 你有你有权利他管不了的 对吧 他只是说我不能 就是向公众 对吧 去公开募捐 或者募 不以前你即便管好像也不准 啊 以前我自己有制造的 你知道我我证券户去查 我有制造的 我不是没有造成金钱 我跟你讲啊 我原先是私募资金 是对冲资金 原本是管有钱人的钱 是不受证券户监管的 但是呢 受到政签户监管呢 其实呢 做生意就是容易的多 嗯 其实呢 我们刚来的时候 大家都是不懂的吧 我在96年的时候呢 哈 我96年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人做 每个人 你看我96年 我管了100多个账户 是吧 嗯 100多个账户 没人这么干的 现在好办了 现在用支撑机什么 什么网络技术啊 这个统一管理啊 操盘 一管100个账户 1000个账户都没问题啊 哦 啊 现在1万个账户都可以弄的 就是说 1万就可以 通过程序啊 嗯 你只要把你的支撑机打开 程序一操作 买什么东西都没问题啊 叫云技术呢 哈 哈哈哈 原先是不行的 嗯 原先是我帮他弄 刚刚100个账户 但是一个个账户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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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就打电话去 那么回去发全真 那么 好 哦 这个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这个法律啊各个方面啊 这个坦官是当然坐牢也住了 所以就清清楚楚了 你坐牢那里 出房的条件挺好的 他那里 他是一栋别墅的 比如说或者是一个 就是说什么叫 content house 相当的 什么都有 有独立的 对独立房 有有有有有楼 反正自己做干 在那里要坐牢的话 反正就是那里面呢 可以见到钩子干的人 对吧 什么杀人的放火的抢奸的 什么的 骗的抢的什么都有 对吧 然后呢 你在这里面可以 做社会调查 对 同时呢可以看书 也可以认得一些好朋友 认识很多朋友 还有呢就可以看书 读书馆可以看书 打官司特别是没问题 那有的时候时间给他们打 嗯 对吧 嗯 我就在那里面 我学了很多的法律 嗯 我搞得他们是 头痛 哈哈哈哈 他就把我放出来了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他开始本来是不让放的 后来搞到他头确实通了 他都放到里面没意思 嗯 嗯 嗯 现在来我跟你讲啊 听说啊 我们今天讲回来了 你呢 那么多人 那么多企业家找你 另外呢 听说你有上市 现在你帮那些 啊企业家这个买壳 就是把一个壳 拿来以后搞干净 对 然后呢把它卖掉 对吧 对 听说这个生意做得不错 对吧 这个的话 反正还可以 对 但是呢 我跟你讲啊 北美这个市场呢 因为你要知道 DBS对中国人 或者中国人的这个企业呢 嗯 它是不是友好的 对吧 嗯 对 现在呢 就很多上市公司 都亏得一大五头 因为 有各种原因呢 有主板的话 主要是中国那边 因为跟西方的话 现在是 斗争嘛 所以呢 政府是打压中国那边 但资本的又 资本实际上 是喜欢中国的概念公司 对啊 现在关系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第一啊 其实那个事情 不是太大的事情 但是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中国概念股吧 他们没有辩护能力 你知道吗 就像一个人一样 他就像我原来一样的 不懂法律 对不对 没有力量 你怎么样 但是呢 如果 如果像我这样 我现在想做一件什么事情 我跟你讲 我现在就是怎么样把上市公司 把一个上市公司取 最低迷的时候 怎么让它重新起来 我现在想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嗯 我有这个条件 第一 我会 对吧 那我有融字能力 嗯 第二 我有这个 知名度 嗯 知名度 嗯 第三呢 我有法庭的经验 就是说 因为你上市公司 遇到这个司法问题的时候 嗯 怎么处理 怎么样回答 对吧 一世界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呢 其实我跟你老朋友 我们结合的话来 嗯 对吧 你现在跟你讲 我现在这个上市公司 我能跟他们合作 嗯 嗯 这个 他们现在已经是 非常的 兴奋 非常的 嗯 嗯 并且呢 我们在很快 你就要看到 我这个股票 就跟川普的股票一样的 哦 川普不是搞了一个媒体股票吗 嗯 我跟你讲 川普买了股票 我第一眼就看中了 哦 我就杀进去了 哦 当时十块钱 第二天就便宜175块 哦 我一看的时候 这不对啊 我就赶快充进去 我 我那一天呢 大概投资了5万块钱 大概可以赚好几倍 嗯 对吧 嗯 所以呢 因为我 我懂这个 对吧 川普呢 第一 他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对吧 他是个搞政治的 第三 搞全媒的 对 现在市场上 最翘的就是这个 对 对 网红啊 你懂没有 对 全都是不是网红 那绝对 超级网 一大堆 他是网红嘛 对吧 他和MASK都是网红 对 他要是一个MASK都是网红 对吧 那我呢 对不对 下一个网红就是我 嘿嘿嘿嘿嘿嘿 老奔啊 嗯 嘿嘿嘿 好啊 好啊 你看着吧 嗯 对吧 因为你要知道啊 这个 我原先的事情 就是在没有去世事前 我就有知名度了是吧 对 去世以后知名度更大了 大了几十倍了 对 对 你知道知名度是很厉害的 是无价之保的 对吧 这个东西就是有些东西是 一反卷过来一样 就是负的东西呢 负面的修设是一种能量 对 对 怎么样把这个负面的东西 变成一种正能量 对 他的力量是无比的 嗯 对吧 你正面的东西你推推 怎么样推也是很难推的 老奔啊 嗯 所以我现在就希望你呢 借着我这个工具 嗯 我当你的工具使用 没问题的 嗯 嗯 所有人 我是希望他 把我当成他们的工具 对吧 那你叫我来 能做 我能做什么 你能做的事情太多了 慢慢来 多了 一般的人都 一般的人都认为我不行 就就就拉倒了 啊 一般的人都认为我不行 你现在不要做什么东西 你现在就是要叫什么 我现在就是中餐 第一呢 就是要 要关锯 嗯 第二呢 要任君研究 嗯 对吧 毛泽东 我这个总是作为你这个科研课题 跟你讲你做瓜一样的 哈哈哈 这也是一种 哎呀 啊 就刚刚用毛泽东思想怎么 对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来投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能不能对你们企业 要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来投了 一定要赚大钱就行啊 对吧 毛泽东 毛泽东 把天都天地都打下来了 对 中国大家 他这个是最牛的企业了 对啊 是啊 那毛泽东现在谁有 那人想 我们怎么样也要最后要发挥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啊 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 能够救中国 救世界 对 现在不是救中国了 现在是救世界了 对 对 现在越来越多人认为毛泽东力 所以现在你看那些政治家 哪个政治家不崇拜毛泽东 对现在没有这样 现在没有哪个政治家不崇拜毛泽东 对吧 你现在那些英国美国一些政客都经常 包括以色列的总理 都是引用毛泽东西的语录 毛泽东是呢 他是正二八九的政治家 对吧 其他的人呢 都是叫政客 就是耍嘴皮的 对 都没有 又没有权 又没有钱 就是骂街那种婆婆 经常是 对 就特别是特别使劲就是骂共产党 骂毛泽东 他就去民了 是 是 他们有的没水平 就是靠 就是来说中国那不行那不行这不行 那不行 人家是搞半天卫星上天了 高天 那里都是 是啊 那里面还有一本事来说的 什么东西都是 什么东西都是 什么东西 现在人家到时候把那个什么核武器 这个新式武器到处都是了 你还 你还在骂骂骂 那天 是啊 然后毛泽东西就是 就是施主席 你一耳光打过去 你打趴下来 是啊 反正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便得搞 那个 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说 即使按理说 就是宗室和文化呀 或者这个 这个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属于这些矛盾到到极化了 现在就是属于这个 对吧 对 属于基地的时候了 对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也是个好多聚会 对 因为你要这个 因为看问题毛泽子讲的嘛 你总是要变性的看问题 对 你要看到这个危险的时候 就聚会来了 说的 说的 哈哈 哈哈 我们俩这样就学毛泽子思想看谁 哈哈哈 能学得灵活一点 你用的信心可以点 哈哈 反正 绝对不要有 毛泽子学的最大精髓就是 这个东西 四十九十 他的非常 毛泽子学最大一个精髓 他从来没有什么本本主义 对吧 对吧 因为任何东西都是在变的 你在变中 要找到 找出问题了 找出解决办法 挺好吧 就算你们那个上市公司的话 反正上市公司是很好 因为很多人是不懂 所以 因为不知道怎么用 也不知道怎么用 我告诉你 上市公司是非常好的 其实呢 彭总我告诉你 你不要懂很多 第一 你要懂得 谁是你的敌人 谁是你的朋友 这个你懂吗 这个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 这个都不清楚了 别人说老在炒股炒股 我告诉你 我说你要炒股 你首先搞定谁是你的敌人 谁是你的朋友 对不对 那些都搞不清楚 对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这是第一条 你说哪个是朋友 哪个是敌人 我问你 你炒股这么多 你觉得哪些是朋友 哪些是敌人 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 在市场上呢 其实呢 我跟你讲 在这个对市场的描述 我是说了很多的 我们是就像毛主讲的 跟天斗 跟地斗 跟市场斗 斗吃得无穷 但是有一点呢 我们是 我们在原来的情况下 我们是散户 对 散户呢 你散户你总是站在庄家的对立面 就是你是韭菜 你是叫什么 马逸 就是很容易被踩到的 你是这样赌藏呀 你是说赌徒 但是呢 你是思想要改变一下 就是思维方式要改变一下 就是你要站在他的位置 就是庄家的位置来做事情 来思考 什么叫庄家呢 就像赌藏的这个老板 赌藏呢 第一 他有大量的资金 第二呢 每一次的风险都是最小的 对吧 因为你知道 每一个赌徒去 到赌藏里面去 资金跟赌藏是没办法比的 对吧 没办法比 对吧 他是 一百百分之一 或者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或者 对吧 千万分之一 这种概念 嗯 第二呢 赌藏是没有杠杆的 而你是有杠杆 就是赌徒是有杠杆的 嗯 杠杆的就是说 你一块钱你想赚两块钱 对不对 嗯 你一块钱想赚五块钱 对不对 你每次赌的时候 你就是想一一一 一块钱赚十块钱 我觉得是最高是三十六倍对吧 嗯嗯 你看到翻个盘子没有 我搞不懂那些 你不你没去过赌藏吧 我去过我都陪朋友去 他们在那赌我就 你就在旁边去 我查去了 你就看一看 看一看就是 我跟你讲啊 你要在 你要在市场上混了 你必须在赌藏里面要了解的 嗯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因为整个资本主义的这个运动 资本的运作方式 就是跟赌藏是一模一样的 嗯 但是唯一要 那战性这个市场呢 就是 就是这个跟赌藏就比的话呢 嗯 要用 专家思想就是说 你不能 用什么很大的杠杆 你知道吗 我讲过我讲故事跟你讲 嗯 我刚开始的时候呢 06年07年的吧 刚开始的时候 我找投资人去 我说我在市场上 跟在赌藏是一样的 我说你不信我带你到赌藏去 就给你看 然后呢 我说每个人每个人每次一千块 嗯 每次赌是赌20块钱 对吧 25 嗯 最最好的是10块 但是没有10块 一般是最低25块 明白吗 但是你永远不会加 你不能加的 你就是凭着你的技术和经验 嗯 你永远是25块 一盘下来呢 你大概可以这个 就是一千块钱赚个500你就在走 嗯 我就300就可以了 嗯 但是呢赚到300以上 最多500就走 不能要多了 多了这一盘牌就这么多了 嗯 今天就这么多了 嗯 哎 我那个时候带着 有个有个投资客户 那是大客户叫江讯伟对吧 我们两个每次去 一千块钱一千块钱一个 看谁赚的钱多 谁请客 嗯 因为我们两个 因为我的我的作用呢是风险控制 嗯 就是风险控制不能有杠杆 嗯 他的作用呢 就是买什么卖什么 嗯 赌装还是赌鞋 然后我们每天每次去都是赚钱的 赚钱赚了三五百 我们就走掉了 嗯 不贪 对吧 东西说 哎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零呢 嗯 后来他不是那个投资客户这个资金去源源不断的就来了嘛 嗯 所以我后来给他讲 我不是讲百分之一的理论就是一个一个道理 嗯 嗯 你要每天的波动幅度在百分之一呢 你每次的波动幅度最大的幅度假比方是百分之一呢 你就是安全的 嗯 你就不会亏钱 嗯 你知道吗 你要如果超过这个百分之一呢就失控了 就是百分之一 百分之五一般是你必须要有高的 这个水平了 嗯 如果到了百分之十了你就麻烦了 大比方一个一个我经常讲的一个故事啊 你假不想说 我百分之一亏了对吧 嗯 我还有九十九对不对 嗯 我再亏个百分之一我还有九十九九十八对不对 嗯 啊 我亏个三个百分之一我还有 还有九十七对不对 嗯 那我再涨回来不是容易吗 嗯 不过你每次做百分之十亏 你看 一 一 百分之十亏了 也有九十第二次亏了一八十第三次亏了七十 对吧 就算百分之十一天一天 嗯 一般的人呢你要如果去向股票的波动呢 才是百分之十以上 嗯 如果你亏了十次你就麻烦了 嗯 嗯 嗯 怎么样就亏掉了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是说你在市场上面没有没有敌人你看不见 你的敌人就是庄家 嗯 嗯 你的敌人就是你自觉 对吧 就是风险控制的问题 我发现了很多这个市场性的问题 嗯 不道理 这个月的墙把它全弄掉 你明白 发现这个道理 那当然好香 嗯 嗯 所以的话呢 这个 我跟你讲 你要在市场上来 就是在市场上来 你必须要有 就像那个大海游泳的 对吧 对 你要汇油 不然就会淹死 哈哈 嗯 你要不会游了 你要找一个汇油的人给你保 保驾护海 嗯 嗯 对吧 嗯 嗯 嗯 挺有意思 这个二三十年的经验 是可以利用的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嗯 好 老鹏是不是 对 我跟你讲啊 我在这个市场上 这么多年的经验 这是非常难推的 你经验的确是 都是很丰富 很那个 问题就是什么呢 因为 包括你原来的群里 因为发动了 有人就来法国了 对吧 有些说 哎 他好意思 他把我这么多钱亏了 还有什么 这些七七八八 因为这里面 有些 可能这里面也有些人 是不是投了你 亏掉了钱 这些七七八八 不 我跟你讲啊 首先要搞清楚 对 这个亏了钱的主要原因 不是我 嗯 是 证券会 对吧 他是他投给你搞亏了 可能就是 不不 他知道 我是要负责的 对不对 对 但是你要找出真正的原因 才行啊 对吧 嗯 当然了 因为那么呢 我跟你讲啊 我这么多年啊 就是你 还有很多朋友 都反映了这个情况 对吧 每个人都是说 你提到老唐 这个避而远之 对吧 嗯 但是你想想啊 你在哪里去找到一个这样的人 有这么多年的经验 嗯 还有坚强的意志 嗯 还有拼命在这干的 嗯 对吧 如果 你说如果我是 我是亏钱的 我凭什么要 还干呢 啊 啊 我信心从哪里来呢 嗯 对吧 但是有个问题在哪里啊 嗯 你要这么 这样一个人才 对吧 有这么多经验 你从那里面用过 你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啊 嗯 嗯 真的好呢 我跟你讲啊 我这十周年 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嗯 就是 香港人对我是 最好的 对吧 对 原来有个 有个威廉给你 对你很好啊 对 威廉姆他一直站到我身边啊 是啊 威廉姆对你 非常那个 威廉姆呢 他是 广东人 他是 他是加拿大生的 对对对 他是在我身上发了无数的时间 嗯 他的时间是发了很多 对 他也写了很多东西 我给大家有 有些文章写的 你跟他 他以前的时候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那个 川普嘛 对吧 嗯 川普现在不是搞了个media 对 对 你知道他 他 我刚好去世的时候 他他就提出来这个事情 嗯 嗯 你知道吧 嗯 他给我写了一个proposal 叫global media 嗯 Mr.tan global media 嗯 搞什么呢 嗯 现在就是把那个全媒 跟投资 嗯 跟网红 结合在一起等等 嗯 嗯 现在有个好处在哪里 你老朋友 你要知道 嗯 就跟川普一样呢 现在有上市公司 对 有上市公司的 这个就是呢 你知道投资人呢 这是回到利益而动的 对吧 嗯 他不管你这么东西的 你说 哎 你说老朋友 老朋友他介绍老唐 哎呀 老唐亏钱了 把投资的钱都亏光了 你找他干嘛 啊 但是现在呢我有一个这样的这个 这个 合我自己吧 啊 那每天网上人家一看的话 你今天是 今天涨个百分之二十 明天涨个百分之二十 后天又涨个百分之二十 就叫做川普来个股票 一天就 就是一天就涨百分之一百七十 嗯 不不 不是一百七十 一百分之一千七百 嗯 他一天涨十七倍 嗯 到那个时候老婆你要知道 嗯 在那个时候老婆你要知道 没有人说老唐坏话 你知道吗 嗯 嗯 对 现在你这个事情呢 我是一步步走来呀 嗯 就你那一天呢 就不远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现在我给你讲 现在就这个事情 我现在你知道 我现在你不要 我们不要找投资客户 你不要找 因为怎么呢 现在上市公司的股票一活动 一活跃 股票价格不断的上场 那投资生 你们是什么时候接管这个公司 啊 你们是什么时候加入这个公司 就是去年十月十二月十四号 一个月刚好 刚好一个月 股票翻了一倍 嗯 嗯 嗯 他的交易量明显是没有交易量 嗯 现在到了十万 当然我们这个很快就会到到百万千万 这只交易量 嗯 对吧 嗯 股票呢 他第一 一定要有交易量 那是 第二呢 股票的价格 不断的上升 嗯 就有人来 对吧 对 就我跟你讲啊 现在呢 第一 我们现在这个 因为我们原来就说 跟人家说百分之一回报啊 但是我有两百多个 资深的投资人相信 你知道吗 这个是不得了的 啊 嗯 这个是不得了的 嗯 你知道 很多人都没搞清楚 我那些投资人谁啊 也有个别的傻瓜 但是百分之九是 都是 牛人 嗯 成功的 嗯 都是成功人士 有钱的人 你没钱你进不来呀 至于低十五万你说 你说老彭 你说你什么时候 投资一扎下去十五万 啊 嗯 对吧 对 不是 最低十五万 你下次就扎十五万的人 有多少啊 对 百个人里面没有一个啊 对 是不是啊 对 你说你投资一下子扎下去十五万 你说你身边的有几个这种 没有几个的 你知道 所以我这个投资群体里面是非常厉害 嗯 第二呢就是说呢 现在这个上市公司 这个是第一 政府监管的 对吧 这不是我 第二呢 我不是我在上市公司没有职务的 对吧 嗯 我没有权利的 嗯 我没有决策的权利的 对吧 嗯 我也不拿钱 你看 我又不拿钱 我就是一个军师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叫什么 就 你就把孝红打进去了 是吧 我就是个顾问 他可以啊 因为他是合理合法的 没有人可以禁止他呀 对 对 对 所以我是为他打工嘛 我也可以为你打工 对吧 我做不起来了 我 我别人 别人就是不相信我 别人说老盆 哪里先赚钱 那样子不像 我现在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第一呢就是这是一个示范 对 这个把它做好了可以 你这个现在 你是做是大麻产品 是吧 健康产品 不不不不不 我们现在不做大麻了 大麻这些 做什么呢 现在改什么呢 啊 现在改 现在改什么 我现在 我现在首先第一步是融资 第二步呢就是收购项目 我现在有好很多项目 你知道那个吴宁东吗 不落屋 知道 不落屋 对 他的项目也是 希望我们帮他融资 嗯 还有呢搞区别链的 也希望我们把他融资 还有搞电箱的 也要我们把他融资 现在呢 我跟你讲啊 有项目的人 能融资人不多 亏的人不多 所以呢 我们是去抢属货 就是现在人人需要我们融资 这一次弄好以后 我就为人人用资 哈哈哈 就说你是 现在就是 原来定力方向是大麻保健 那些东西叫 是原来的 现在不做了是吧 不做了是吧 不做那个 那个呢就是 不算赚钱的事情 就是 那个业务还在做还是不做 他还不是 他们还在做 他们还在做 他们该做 该说什么做什么 反正不影响嘛 但是主要方向是90% 人才 资金 项目 都是新的 嗯 就是 现在已经是改 但你新的话 你肯定要PR 你要发消息嘛 到时候你就 到时候你要 融资要给别人换一个房间的话 你总要发 不是发了消息 你没看到 你发了消息了是吧 早就发了消息了是 我们一加入进来以后 没几天就发消息了 就是要改成 改成数字 数字这个区块链和数字货币这些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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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是管的 现在我们正在最感兴趣的是一个叫花镜 哦 花镜电商这个 电商 他一年呢刚开始才做一年就已经有1800万的云烈收入 并且流水帐户各个方面都是有聚口查载 精确守所载 它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最理想的上市 那你们在哪里发的消息 你们在哪里发的消息 证券会啊 包括证券会 但是你那个证件事没看到 只看到10月份的消息 哪里知道 你看那个我给你看 不我看了 我看得到你这里最新的消息是10月20号点 你看到哪个啊 我看证券所的 证券所 我跟你讲这里有消息 我给你看了 我把那网站的事业给你看 对 你是在你们自己的官网 压活一大堆的消息的 在雅虎上面 雅虎上面 雅虎上面一大堆的消息 你看 雅虎上面一大堆的消息 你们是通过雅虎那里是吧 你看不是这是全... 整个这个... 就是news那个... 那个wire issue wire 对 就是你弄了以后 反正全世界都一下就报道了 对 这个是花钱的 对啊 你不发钱不行的 对 你看在这 对 你看在这 一大堆就消失了 但你们怎么在证券所上面没公布 只是在通过他们公布了 不 它是这样 证券所你只是file 你是这个document 但是这个呢 证券所里面 你是看证券所的吧 我证券没看到 在那个仰湖上面有 但是呢 你通过是global newswire global newswire 他也 他odc他会自动给你更新的 对 你们没有包括这个服务 你们付钱 你付了多少钱发这个小子 那这个不是我在弄的 他们在弄的 我这个总是不知道 好 我知道的 有些就是你发消息 你付了钱 你一大堆的 就给你这个 他全球给你 替你宣钱 对 他全球 而且这网站啊 很多报纸啊 都都替你发了 但是呢 跟你讲啊 有些总是这样的 你要如果是 因为有些人发来就是没没没没很大的用作用的吧 嗯 因为他不在那个地方 特别是跟他们没有关系的话 人家也不管这个事情啊 嗯 是不是 嗯 是不是 我跟你讲啊 这种事情呢 其实并不那个 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这个股票 要 这交易量要 大 嗯 价格要 比较好 对吧 嗯 投资人呢 有利口同 对吧 嗯 这个消息太多了 你 没没几个人care 嗯 当你这个消息 跟投资人有关系的时候 他就会care 哈哈哈 嗯 嗯 很多东西我跟你讲啊 有些经养旺旺旺 你看看投资人 有些很多股票 根本没消息 他就拼命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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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了 这里面是很有意思 反正我现在在学习 但是我我我我只是在看 我还不敢那个 我还在我还在学毛主席的著作 我经常看 你要通过 你要通过毛主席的思想来抄股票 对对对 我要通过毛主席的思想来抄 其实呢 有一点我跟你讲 以后呢 老朋友跟你讲 没别的啊 这个每个人呢 都有每个人的捐强的吧 对 像你呢是学电力的博士 搞媒体这个社会活动家 搞这个爱国人士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队队队队 都没问题 但是呢有一点呢 如果说是在这个金融市场上 或者是在法庭里面 嗯 这个东西呢我就 就 对吧 这么说 嗯 有经验 对吧 这个东西 但是 你跟廖总谈过没有啊 我跟廖总谈不 因为廖总跟我的社会上是不一样的 他也是 廖总是做这个 对 但是呢 他是做一级市场出新的 设法做一级市场的 但是呢 你这个不是吗 他也懂一级市场 我不是 我是叫借鸡生蛋 嗯 借鸡生蛋 用很多 嗯 现金也很多 嗯 并且呢 你如果没有一个 团队 嗯 不是 不是懂这个运作的话 你拿个壳也没用 嗯 嗯 等于是废的 嗯 我要的是什么 是一个好的 嗯 活的 哈哈哈 我不要死的 死鱼再便宜我也不要 嗯 像我们湖南人 我们讲那个中国人就是弃鱼 对不对 嗯 你吃那个活鱼跟死鱼是不一样的吧 嗯 嗯 我这个人你在市场的时间长了 我根本不会去死鱼的 哈哈哈 要去活的 嗯 嗯 嗯 所以呢 我呢就是说 我要 立概见影的 嗯 拉到就能用的 嗯 合同一千股票就涨不涨在那种 对吧 嗯 我说涨不了的就不要 我看了下你的消息 你们是怎么搞个债权股 债赚股呢 是八分千一 对 给一个一毛钱的war 对 那个 两年是吧 对 对 就是两年以后还是那个war 还是还是一毛钱 一股配是吧 对 两年之内你是在一毛钱配 就是到到此你就你就得换 对吧 对对 你不换就没有了 嗯 但是问题是在就是反正没有cost 你原理是这个就是没有 你不发钱 嗯 你看到现在你看我们是刚上刚宣布的是八分钱 现在已经到了一毛二了对吧 就是你这个八分这个股也是有 有要多少时间才能买卖呢 是free trade的还是还是 你是free trade的 你今天买了以后 你说我不要那个债权了 我你马上 哎 你像现在假 比方说八分钱啊 八分钱你可以兑换对吧 对 对 现在一毛二 你你八分钱就你就赚了百分之百分之四十了 你你马上就可以了 但是卖掉以后 你卖了是因为是二级市场卖了嘛 但是你的wollens wollens也还在吧 这个 对对对 就wollens你要那个的话 不你要对换了以后你就没有wollens 对换以后就没有 对换以后跟你上市公司也没关 他说二级市场卖回来 他也没关系 对但是你你你你赚了钱了嘛 对吧 假如比方说现在八分钱变成八毛了 你说你你还要什么债券了没有意义 就是这个债券八就是百分之十的回报就是保证 但是你跟廖总谈过他他觉得怎么样 他你他他不行吗 他这么不行 他呢我跟你讲 第一我没跟他谈过 你没跟他谈过 他可能看到过 对吧 这种呢 他我不知道他懂还是不懂 这是一种技巧 我可以告诉你他懂 他懂就行了 我就不知道他这些东西都研究过了 因为他给你配率更低啊 他利用这个东西比你们配的优惠 所以别人很愿意偷他 你这个都隔了 这个东西还不怎么样 别人隔的是更低 更又会比较 他有限制 就是时间限制 他是累税这个的他一年 我这个没有 我跟你讲啊 你知道投资人喜欢什么东西吧 第一是安全 第二是流动性 你要有限制就没有流动性 你懂吗 对 你看我做任何事情我做事情是这样的 我任何时候啊 第一不赚钱不收费 第二谁进谁去 第三回报理想 这是我的基本原则 我为什么能够用的自带 就是因为 我知道投资人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让投资人缺步这是什么东西 对 就是你对他的限制 对 你说哦我这个股价一上去 就能够涨100倍 嗯 那就跟赌博一样的对吧 哈哈哈哈 我这个呢 我跟你讲啊 好 好 多 谢谢观看 老朋友跟你讲啊 你看我以前的时候 在那种情况下 我能融资5900万是吧 这是扎着实的数字一分钱没少的 原因在哪里呢 我始终是这样的 我是从96年就是这样的 第一不赚钱不收费 第二呢钱在你自己账上 第三呢你随时想走就走 随时想来就来 第三呢我保证你回报比较好 对吧 没有人 有些没有人敢担保啊 没有人敢保啊 他们说非法的 我说你有这个能力吗 不是非法的 挺好 我觉得你这个利用这个工具是非常好 合理合法也是比较那个 你现在找合并公司谈的怎么样 我现在要跟你讲 现在有 跨境电商这个可以 跨境电商这个 他们的流水都可以 对 非常好 并且呢有关键问题是哪里呢 这个跨境电商这个老板啊 他非常懂这个 上市这个 这个非常重要 他能够完全的满足我们的需要 嗯 我们呢 你们什么 你们需要什么 啊 你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的是现金流啊 现金流 好 还有呢 第二个就是说 你这个生意要无限的发展前景呢 对吧 他刚开始吧 对不对 他有 就是说 他有 大量的客户 嗯 他有大量的市场 嗯 他有非常固硬的关系 嗯 然后呢最关键问题是 他的 收入 可管 因为 很多东西是 对吧 他这个人是 实打实的 看那些摸得着的 嗯 并且呢 在每个制度都可以发 发表 越来越好的这个 报表 那这个一般呢 到哪去找这种事情 他这个老板是在哪里 是在中国哪里 周老板 他们是 我们这个公司是加拿大公司的 我们不能 这公司 加拿大公司 因为我看你在两边交易 在TS1和那个 那个 加拿大美国都有交易的 TS1的话 他发行了多少 发行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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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几千万股吧 我我这个东西 不是太了解 我也没有 我也不感兴趣 哈哈哈 你知道吧 因为现在关键问题是怎么来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 这个原来的公司有多少股 对吧 嗯 我们现在关键问题是 就看比例去了 就是如果是新的这个资金多 这个生意大 我们是发新股份的吧 当你新浮的话 新股一般对于restrict 不不不 我们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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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蒸发新股跟你那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蒸发新股 这种东西是没有 不应该有restriction的 那么 谁说的 律师说了吗 律师说了 你可以 你问问 因为你要搞这个大传股的话 你肯定一个律师给你出个文件 对对对对 这是这个律师和证券会批准的 你把那个文件 你把那个文件发给我看看 没问题 我把那个文件发给你 好 这个 等一下就发 马上就发 我呢 现在呢 我跟你讲 因为这个公司的上市公司老板呢 我们的朋友呢 就是李总呢 他有30年的上市经验 30年 他搞过几个上市公司的 这是他的其中的一个 对吧 这个很好 他还有个制要的 另外呢 这个人呢 是香港人 或者是中国人 所以的话呢 可信度 对吧 同胞 沟通之类 所以这个香港人就是先的上市公司的老总 对吧 对对对 那并购进来的那个做跨境地上的呢 是另外的人 这个跨境地上的是 是大陆 大陆 大陆 大陆是在哪里 是在大陆哪里 大陆 它原型是天津嘛 讲天津话 天津 天津 天津有港口 可以 天津 它现在是怎么呢 它的优势是这样的 90%到100% 就是北美的这个 这个电商啊 商品 都是在天津 过关的 所以呢 这是它的地板 另外呢 它的生意做得好呢 是受国家政策鼓励的 嗯 对吧 所以 可以 你把那个炸装股的那个 那个融资的那个律师 那个文件发过来 然后呢 你现在 做了这个计划 因为你要 你要去融资 对不对 你要融资的话 你肯定有个做路演 你要做路演 嗯 做路演的话 PPT有了没有 我们不要路演 你们不路演 你怎么去融资 我们不要路演 那就 你看看 我们不做项目 也不做路演 他们有些人 我们跟你不一样的 那你要融资 你总要把这个故事 也跟他们讲 对啊 那就发消失就行了 第一 我们在证券会 就发文件的吧 然后 发消失 你这个东西 正规的别人 都是要去做路演 我跟你讲 要跟你讲 你说要融资什么进来 别人什么 怎么刚好 你财报怎么样 这个公司怎么样 都要有东西 介绍给别人 你都不能说 不不不不 我们都是 不是 这些东西都会在证券会的网站上 发表 那是正规的PR那些东西 我们是 不是 因为你要去融资的话 你肯定要跟别人说 我们不会去 像你这样我都要问你这么多问题 如果你有个PPT给我 我根本就不会问什么问题了 你给我我就看了以后我就判断 对不对 我不是 给PPT 他们每一个企业 他要来的时候 他都有PPT的 对吧 他就假如我现在没说到哪个 我把别人的PPT给你 也不对 对不对 那不是 当然你不能拿别人的 你要这个你就拿这个的 对呀 我弄了以后 一般的人都有 我们现在真的 你做不做是你自己的事 但是我要跟别人说 别人都会要看你 看你 你那个肯定要 因为怎么呢 现在有两条你要搞进去 第一呢 你那路演的目的就是 失望有投行 或者有那种 对吧 不一定 不一定要投行 但是你要找什么都不认识的人 你可以找 你不一定要找朋友 你就找不认识的人都可以 因为你有这些正规的东西 投行你要投资 投资这个那些 投行或者你那个 叫做代理商嘛 对吧 让他你肯定要 要给他路演 我们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呢就是说 各各方面的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这个东西了 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就想着呢 你这已经融到多少了 现在因为我们刚开始嘛 是啊 你刚开始 现在这个 我 反正现在是 我跟你讲啊 有一线的人很多 融的就是 现在是刚开始 第几笔 我不敢 刚开始 对吧 刚开始发的时候 人家还 还没有搞清楚 头脑呢 现在人家一看 哎 这个股票涨了 这个交易量上去了 他才会投的 如果如果我 如果我们这公司啊 就是所有文件都不值权的话 然后呢 交易量没有的话 价格也没有的话 就是说 我们是不做这种事情的 那是很难的 那是艰难的事情 对吧 我现在呢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做这个事情 徐平我们俩是好朋友 对吧 你问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一般的情况呢 我们都是给那个证券会 或者是媒体发表就行了 投资人呢 就是有这个事情 他看到这个价格比较好 跟你讲啊 其实融资最 你知道啊 你不懂啊 你一起 因为 我们 你如果说 你是个非常缺业的人士 你要找投行 或者找那些证券公司 那些东西呢 你要做的非常正规的 就做这个事情 对吧 但是呢 你对散户来讲呢 你做这些东西是毫无意义的 第一 他们不懂 别人他听不进去 第三 他听了一种 这一点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你永远要相信别人比你中 不不 你永远要相信别人都比你智慧强 你不能认为别人 那散户就不懂 不不不 我跟你讲 你找任何散户 他也有可能有一点 但是你要真正的那些 都是很难给 他们呢 他们聪明 肯定是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面 但是投资呢 我发现你没有在市场上待过 你就不知道 投资呢 就像不像 就像打仗 就毛泽是带兵打仗的吧 你不能让每一个士兵告诉 就是说你把你的这个战略战术 你的这个战略计划全部告诉每一个打仗的人 是没有意义的 你所以你这种呢 你是不懂这个这个市场 你说你 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很多年的经验 以前的时候 我 二十多年前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第一 他们都是有知识 对吧 他们都是很非常聪明的人 你跟他解释他们都很很明白 但是有一点 当 要他们拉钱的时候 要他们冲锋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来的 我现在跟你讲啊 我现在对对 任何一个投资人 我没有指望 也没有说 他聪明 还是 还是啥 跟我没关系 我现在唯一的事情就是说 你把上市公司做好 只要股票这个价格一上涨 他们就来了 他们自己明白 然后呢 看到那个时候 他就会研究的事情 所以我做的事情跟你不一样的 跟你们不一样的时候 第一你们做很多很多的工作 对吧 就是比较 就是 这些工作呢 就是我们也在做 但是呢 我们不会说像我 不会以前一样的 我就 对吧 就给他们去present 假不像说 我跟你讲 你看 老朋友你知道 我每次搞什么 我不会说搞一个今天 搞一个录影活动 我会搞个什么活动呢 搞个联欢活动 像春晚 新年晚会 春节晚会 什么什么活动 我就会搞这种活动 那投资人就来了 如果我跟他讲 我今天要讲讲 这个我们公司怎么样 很大 然后呢 PPT一搞 路远一搞 我跟你讲 你是满腔的热情 最后遇到的是 一大堆的冷水 我因为你是刚开始 我是经历过了 很多这种 场面 我刚开始的时候 你知道我在96年的时候 我就生意做的不错 后来呢 因为这个银行里面说 我们这个付费基金不是炒的 所以呢 他就把我的门关了 关了以后呢 我就给你的想法一样 我就 我就要重新找客户啊 我就要搞路演啊 我就要搞讲座啊 我就要演讲啊 对吧 我就搞这个活动 那个活动 一点效果都没有 后来搞到我的饭都没得吃了 我后来告诉你 这是我的经验啊 我的经验啊 唯一的活动有用的 就是吃和玩了 大家做熟 让人们对你熟了 信任你的手 他想知道什么 他自己是会知道的 你想灌输他的东西 他没有兴趣 嗯 那么 所以呢 都是都是独牢无功的 假如比方说 你说 我们两个 我就搞个路演 嗯 独了三十个人 一百个人去听的吧 嗯 听完以后呢 没有效果 嗯 我刚才讲 最有效果的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两个在谈话 嗯 往上网上一听 毛泽东思想 嗯 嗯 嗯 这个这个这个 你们是 你们 你们讲的是 真心话 嗯 大实话 嗯 哎呀 人家就 就就就就就来了 你懂啊 嗯 哈哈哈 经验啊 你知道吗 嗯 我发现你 你 我这个老廖爷肯定是 都是经验丰富的人 就是现在学了 他是很很很专业的 他就不 我跟你讲 非常捐业是一码事情 但是非常有 思想经验就是能用到多少是很重要的自己 我那天我问他 我说你 搞了这么久你用了多少钱啊 他说 几十万了嘛 我说几十万 你看我给你看看做做给你看看几十万 我这 我跟你讲 我这一个月啊 嗯 我告诉我告诉你 嗯 你你你我今天把话说到这里啊 嗯 三个月到六个月 我跟你讲 我这两千五百万就成功了 嗯 对吧 最快是三个月 嗯 第一是六个月 可能不要 对吧 就是我的计划这两千五百万 就是三个月 嗯 嗯 你知道吗 如果是没有这样一个效果 就没有意义 嗯 嗯 我不会说用 你看你没有十五万块钱 我们不要的 对吧 嗯 嗯 是不是 对 并且呢还有一个 嗯 我跟你讲啊 还有一个特点啊 嗯 我跟你讲啊 我们两个这么聊天可以的 嗯 但是你要我去找投资人 我不会去找他的 嗯 你懂没有 嗯 我呢 是要投资人找我 嗯 我跟你讲啊 当你要找投资人的时候 投资人就会跑 嗯 就第一他怕你骗他 对 对 对吧 对 他就是觉得你是在动他的脑筋 嗯 你会骗他 嗯 我做这件事情 任何事情 嗯 是要投资人 找上门来 嗯 打电话来老汤 我能不能投啊 嗯 是这样的 嗯 你说我去找 你说我以前200多个客户 我到哪去找啊 人家把那几十万块钱 打到账上里面 我是不认识 嗯 啊 我跟你讲 你们这个都是我经验太多了 你给我问 你肯定 嗯 嗯 哪些事情做的有效 哪些事情没效 哪些东西有用 哪些东西没用 哪些东西该知道 哪些东西不该知道 我这个精心处处 好 那就三个月完成吧 嗯 对啊 你看看我们这个东西很快的 现在这个 现在绿数就产生这种指向了 昨天是第一笔钱到到上市公司去了 嗯 今天呢 投资人又打电话来了 他不单独自主投资 他还要帮我去找 嗯 对不对 还有那个将军 你知道吗 他 他一看到以后 他说 我就帮你代理 你知道吗 嗯 嗯 他跟我说了 他说 怎么个车速程序 你说要我去 一稍微等一下 我就能打开了 一点能 嗯 嗯 老朋友我们两个呢 嗯 就是今天就聊聊天 聊聊天可以 你把他给你发过 就是聊聊天 是 是 不要有什么任务 不要有什么 对吧 对 是不是 因为我 我能力 他说 反正就说呢 你把东西发过来 发过来 看看我们再看看 对呀 你看看多极其的意见呢 因为我呢 其实 我呢总是看看 毛总是想分析一下 对不对 这个路线对才对 对对 方向要对 方向要对 这个东西 对呀 嘿嘿嘿嘿 所以呢 我就把我的想法 经验体会 对吧 嗯 介绍给你 因为你现在就是 因为利用这个东西是对的 我就说你说呢 因为你要一般的融资是很 因为这边是监管的 但是你利用上市公司是对的 因为上市公司用好了 它就是一个 一个 第一 它有政府监管 第二 它有律师 因为多是合理合法 对呀 这个东西规范的 这个东西都是透明的 对 那天碰到一个朋友 这次叫明君言顺 是吧 对对 那当然 这个就是对的 因为很多人 就不懂 也不知道怎么 反正 我那一般也不太参与 但是我 我也是在里面 因为看到他们怎么做 我也在学嘛 就是在我知道里面一些 奥妙 我现在你 你知道也 不过你现在你这个头脑 肯定是学的清清楚楚 我还是学的不行 我还在 要反复看 毛泽东西想要反复看 因为你每看一遍 你是会体会不一样 毛泽东西讲的 不是反复看 要反复做 实践去精致 那动政讲才干 是 毛泽东西多数 所以我们每次做什么事情 只能想到毛泽东西 那是 毛泽东西的任何东西都能够 因为现在 我那就是 其实毛泽东西讲的 要何学会用 是啊 可以 那就这样 反正就说你都把东西发过来 我马上给你 我们希望这个 你第一轮 第一轮是用500万吧 我看你是不是说 我第一个先第一个第一支500万 然后2500万 我估计可能会更多 但是呢 现在保守一下 我看看你那个 再转股的那个文件发过来 好好好 我马上发给你 好 那这样 好 我们希望 今天我们要大发财了 发财 发财 以后我给你建议 那我们两个要多沟通 对 对 今天要见面 有什么事情 见面 现在我们家里不乱 我出门 网上见面 不要到外面 没说一定要见面 不乱出门 好 这也有多沟通 好 我是联系 对 好 拜拜 拜拜